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产品经理的数据分析这一部分内容 希望通过这一部分的学习 大家能够掌握对产品的最基础的一些数据的获取分析 以及逻辑推理之后得出一些结论 能够进一步的推进产品的优化和改进 同时能够通过数据分析 获取一些新的想法 融入到产品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 数据分析是产品经理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几乎所有的产品 尤其是互联网产品 无论是3W6端的这种产品 还是移动端的APP应用这些产品 他们的需求的出发点基本上都是基于数据分析的 我们之前讲到的产品经理要写的三大文档 其实里面有非常大的比例的章节 也是需要有数据支持的 无论是行业的数据 用户的数据 还是我们具体的产品交互流程里面的一些数据 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随着我们的产品的功能 以及要满足的需求越来越复杂 背后的逻辑流程越来越复杂 这种变化 我们的用户情况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异常 所以我们去对产品做决策去做我们的更好的产品的时候 对数据的依赖也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下面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能够非常容易的去理解我们产品做数据分析是怎么搞的 网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就是说有三个人 要去住宿 一晚上有这个住宿费是30块钱 他的每人掏了10块钱 交给了老板 一共30块钱交给了老板 老板说今天我们这个住宿搞优惠 只要25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让服务员退了5块钱给他们 服务员自己偷偷的藏了两块钱 然后把剩下的三块钱给了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每个人又拿回了一块钱 这样的话就每个人掏了10块 现在每个人又被退回了一块 也就是说每个人只花了9块钱 每个人只花了9块钱 然后我们再来算 3.27对吧 实际上他们只花了27 加上服务员藏起了两块钱 一共是29 那少了一块钱去哪了 还有一块钱跑哪去了 猛的一看 我们觉得这个逻辑还挺合理的 这一块钱变成了一个黑洞不见了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这是遇到了什么情况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这个逻辑混乱 或者是叫做偷换概念 我们做数据 其实跟做产品 做需求是一个道理 我们都是要分析背后的逻辑的 那在做逻辑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概念搞清楚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在前后偷惯概念 然后导致这个逻辑不清 从而就没办法去做这个数据分析了 我们来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思路 再重新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刚才说的这个部分 一种就是我们按照前的这个流程 从前往后的这个流程 我们来梳理 我们最开始说有三个人 每个人花了十块钱 那一共就是三十块钱 这个就可以用我们画之前讲的那个流程图的形式 永道图啊 我们这个纵向是这个阶段 纵向是阶段 到了中间这一部分 老板说啊 我们今天搞优惠 我们的房费一共是二十五元 这是人 然后啊 服务员拿了小费 两元 最后返还的钱 三个人每年一元 一共是三元 这是一种思路 我们来看啊 这一共就是 二十五加两块再加三块 对吧 最后还是等于三十元 这个是按照这个钱的这个流转啊 流程来分析的 这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啊 这样的话就没有多出来的一块了 对吧 没有多出来的一块了 我们还有一种分析的思路 也可以这样去看啊 我们就按最简单的收入和支出啊 就是收入输出 对吧 我们之前在流程图里面也说了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吧 输入 我们最看就看最后实际三个人花了多少钱 三个人每人花了九块 那一共就是二十七元 对吧 输出呢 啊 这边是入啊 这边是入写错了 这边是出 这是对于站在那个最后住店的那个人角度啊 这个就是输入 老板得到二十五元 还花费 服务员得到了两元的小费 啊 可以看两边也是二十七元 这就对等了 这个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啊 从数据角度啊 这个逻辑是清楚的啊 这个概念是没有混淆的 为什么会多出一元 那就是因为我们把流程的这种分析思路逻辑啊 与这种输入输出 也就是财物上面的这种收入支出的这个逻辑混在一起了 那这样时不时的用这个概念 时不时用那个概念就会多出来一元 然后搞不清楚 举这个例子是说什么 我们看啊 我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其实有两种思路 这两种思路 其实也是主要对应在我们 做我们的产品数据分析的 基础哈 一种是基于用户路径的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啊 前的流程 对吧 我们刚才还是用永道图的形式去画的 那就是我们主要去关注什么呢 关注用户在各个关键节点 他做了什么操作 这方面的数据 他有什么样的流失 在哪些功能上有流失 以及停留的时间啊 时长 基于用户的行为路径的 流程的这部分数据的分析思路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类似于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 这种 那他就是基于某一个关键节点的定位 来进行分析 他可能会去看什么 转化率 在这个节点上 这个切片的点上 我们有多少的转化 以及一些数率占比比例 这方面的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这也是我们基于产品 去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两个非常主要的思路 两个非常主要的思路 这里跟大家留一个小的思考题 我们之前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讲过这个KPI指标 有非常多的这个KPI指标 包括什么UP值 ROI 还有一些什么点击率 CTR 等等 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之前自己整理的那一泡KPI 然后按照这两个思路去做个分类 你们去看一下哪些数据指标是基于用户路径的 哪些的这个数据指标是基于产品节点的 做一个这样大的分类 完成一份小的作业 好吗 谢谢大家 再见